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加拿大已经很久了 居然我们没有去过海洋三省 真是一个遗憾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我们下一周 准备带着全家 开车去海洋三省去走一走 逛一逛 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去看一下我做的一个9天的旅游计划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战略地图 我们的攻略图 第一天我们从多伦多出发 沿着401公路 经过Kingston 然后是Mantlea 最后我们会到达魁北克城 当晚我们就在魁北克城休息 如果晚上有空的话 我们可以去魁北克城 看一看夜景 然后就早点休息 第二天一早我们继续沿着 St Lawrence河的20号公路 继续向前进 最后我们会在 这个地方 转 转东 85号公路 85号公路 一路东进 会经过 就是 New Brunswick的一个城市 叫 Edmonston 然后继续向前走 会进入到 2号 省西高速公路 沿着2号省西高速公路 一路高歌门进 继续走 然后会经过 New Brunswick的 首都 这个城市 Fredereton 这个城市 但是我们也不进去 就是我们抱着 我们的战略是 先紧后松 宁可前面 赶路 多赶一点时间出来 那么等回来的时候 再看有时间 再来这个城市 沿着2号公路 继续向前进 一路继续 赶路 到大概盘晚的时候 我们会 大概七八点钟 我们会到达 New Brunswick的一个 另外一个非常 有名的城市叫 Moncton 一旦到了Moncton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 海洋三省 已经基本上 就 都是近在咫尺了 那么当晚我们就住在Moncton 这是第2天 那么第2天 起来以后 我们会 在Moncton 这个地区 重点顽疾的地方 其中第1个地方 Hopwell Cab 这里有一个潮汐的 展络的 一个景点 是世界文明的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景点 那么玩完以后呢 我们会 就是 去 龙霞村 我们会回到Moncton 然后我们会 到 龙霞村 去看一下 龙霞村在 Shadyac 这里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会参观一下 这个小镇 同时 看看这个小镇 有什么好玩的 当然我们也 一定会在这个地方 吃一个龙虾 然后 那么 差不多到 五六 六七点钟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赶路 沿着15号公路 向前进 一路 通过 世界上最长的 跨海大桥 是 连接 New Brunswick 到 爱德王子岛的 一个联邦跨海大桥 然后 会进入 爱德王子岛的 一号公路 最后我们会沿着 一号公路 继续赶路 直接 到达 夏勒特城 夏勒特城 就是 这个是 爱德王子岛的首府 那么当晚我们会住在 夏勒特城 那么第四天我们就 会安排在 爱德王子岛上 游玩一天 在盘晚的时候 我们会把我们的车和人 都摆渡到 New Novacosia的 这边来 然后我们会一路 赶着 沿着 104号公路 直接进入到 那个 Cat Breton的 那个 这个岛上面 我们最后会晚上会投诉在 Inverness 这个地方 然后 在 这已经是第四天了 那么 第五天的 早上 我们会沿着 Cat Breton 这个岛上的 这 海边的这边有一条 非常有名的 一条 Tray 叫 Cat Bret 会一路向前走 然后会到 Shady Camp Cat Breton 同时也会到 Present Bay Present Bay 等 Shady Camp 这两个地方都是 看军雨 非常好的地方 我们会在这两个 店里面 看情况 选一个点 去出海去看军雨 然后我们会继续向前景 会到 Cat North 也会到这边 一个 White Point 然后最后 等玩完这个 Cat Breton以后 我们会沿着105号公路 一路 过去 最后 我们会 第五天的晚上 我们会在 悉尼这个城市 投诉在 悉尼这个城市 那么 第二天早 第五天的 第六天的早上 我们会从 悉尼 这边 在悉尼 这个城市 探索一下 这个城市的文化 这文士的美食 然后我们会沿着 四号公路 这也是另外一条 非常漂亮的一条 路一边是 一个湖 另外一边 也是一些山 那么一路 看有什么风景 有好的 我们就边走边玩 最后 我们 沿着 亿尼四号公路 会从 这个岛里面出来 就回到了 North 这个大片的 陆地的 这个地方 那么然后我们会沿着 一零四号公路 一路赶路 最后到一零二号公路 会在丹湾 赶到 哈利法克斯 就是这层 的一个 一个省府 同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港口城市 那么我们 第六天的晚上 会投诉在哈利法克斯 那么 第七天的早上 在哈利法克斯 探索一下 这个城市的一些 一些景点 比如说是 他的一个 博物馆 比如说他的 一个 那个 一些 一些 就是 一些 湖冰 有一些 炮台啊 包括一些 军事博物馆啊 反正有什么 我们到时候再仔细 再看 那么然后呢 我们大概到中午 下午 一两点钟的时候 我们会赶到一个 另外一个景点 这个景点呢 是在 Piggy Cove 这个地方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 这是一个世界上 很多明星片里都出现过的 加拿大的一个灯塔的地方 我们会赶到这里来 看Piggy Cove 这个可能会花上个一个小时左右 在这边 拍些照 看一下风景 看一下海景 包括这个灯塔 然后我们会 我们会继续回到 102号公路 然后继续赶入 沿着102 101 然后继续赶入 到 到第七天的 晚上 我们会 赶到 Digby Digby这个地方 这也是呢 Wars of Sculpture的一个 小的县级的一个小 城市 我们在这个准备在这个城市 城市里面的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小岛 在这个小岛上有一个 呃 有一个 就是camping side 就是是一个 野营的一个地方 我在这个岛上 租了一个 一个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租了一个 就是 camping的一个side 第七天的晚上 我们就准备坐在这里 然后 从 呃 那么然后我们会事先订好 第二天 从Digby 那个 百度到 连车跟人 百度到 省江的 这个 百度的这个 船票 那么大概在一早 可能 11点多钟 那么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 百度到 省江这里 大概路上 百度 因为这个海峡是 bay of 分岭 是比较宽的 路上可能需要两个小时 零40分左右 就是那我们可以在这个 床上面 游轮上面休息休息 呃 然后养足精神 准备到了省江以后 继续 我们的探索 那么在省江我们会短暂逗留 呃 逗留大概 呃 两三个小时吧 然后我们会继续赶路 我们继续接着我们就是沿着七号公路就回到了 我们来的时候去Mountain的 呃 那条路 二号公路 然后我们一路就顺便就 玩一下 Fragger Recton 他这个就是 New Brunswick的神府 同时我们也会去参观一下 呃 这里有一个 Hotland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就是像蓝桥一梦里面的那种蓝桥 号称是世界上最长的 一个蓝桥 然后再往前走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可能我们还会去 还会看一个就是Granfall 这里有一个瀑布 但如果时间不允许的话 我们就 这种小景点就略过了 然后我们就一路 一路赶路 回来的路就 回到 当晚我们就会回到魁北克城 然后我们会投注在魁北克城 第八天的晚上会住在魁北克城 那么到第九天的早上 一早起来 我们就吃完早饭以后 我们就会直奔 魁北克老城 那么我们准备花一天时间 在魁北克城探索 然后最后一直玩到盘晚的 差不多五六点钟 我们就会 从魁北克城出来 然后大道回复 一路沿着401公路 可能回到多伦多 第九天的晚上会非常晚 有可能会凌晨的十二点钟 一点钟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 一个战略图 好